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记者今天从市金融办了解到 截至目前 我是已有境内上市公司41家 在全省9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境外上市公司20多家 先三本挂牌企业158家 基本形成了多层次的企业上市融资体系 近期我是又确定了236家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进一步推进我是企业上市和挂牌工作 厦门维正生物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是我是一家专门从事快速诊断试剂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凭借核心技术优势 企业的销售收入从2014年的100万元 增长至2016年的近千万元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本结构 拓宽融资渠道 今年2月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 成为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体外诊断试剂领域中 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企业 维正生物这三年的发展 我们还是取得了部署的成绩 我们总共拿到了10个专利 其中5个都是发明专利 另外我们也取得了15个批诊文号 在市场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16个省份 都有我们的产品在销售 目前公司已经成功融资1500万元 并计划在2022年主板上市 进一步扩大融资规模 今年公司就被列入2017年 厦门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 在厦门像维正生物科技这样 希望借由新三板过渡 进而登陆主板的企业还有不少 今年厦门市选出了236家企业 作为2017年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其中新三板企业依然是后备上市军团的主力 达到158家 占了2017年我是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总量的三分之二强 那这些新三板企业呢 其实他们的发展是特别的好 而且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主是特别有资本市场的 这块的意识的 那他们其中很多呢 可能他们的终极目标呢 是想上主板 但是可能暂时没有达到这个上主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们有一些都就选择以新三板这个做一个过渡的阶段 所以现在就很多厦门的新三板企业都纳入我们的这个市的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当中 据了解 厦门目前在境内外上市的公司共有60多家 在这些上市公司中 尽管传统的地产 制造业 物流港口等行业仍占据重要地位 但新兴行业市值占比越来越重 在今年确定的236家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中 包括移动互联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电子设备 文化传播 生态环保以及银行金融等 新兴行业也占了较大比重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以来 地方城商行 农商行掀起一股上市热潮 从后备企业名单看 厦门农商行也有意进军A股市场 这家银行是我是目前上市后备企业中唯一一家银行 而瑞达期货早已在证监会的IPO排队名单中 这两家公司有望填补我是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空白 今年因为IPO增速了 所以厦门的上市也会比去年来得多 目前来看是有七家 但是我们预计应该会不止七家 数量应该还是在增加的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帮助市政协委员更好的履行职责 今天下午13届市政协新任委员培训班在国家会计学院开班 市政协主席张健做培训班动员讲话 他说对新委员进行集中培训是市政协工作的一个传统 这有助于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政协是什么 做什么 怎么做 以及如何当好政协委员 为大家尽快进入角色 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自觉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 要积极做好开会提提案和建议案 视察和调研反映社情名义这次项工作 广泛联系群众 当好观察员深入调查研究 当好调研员实施民主监督 当好监督员开展协商议政 当好协调员齐心协力 共同推动市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政协副主席高玉顺 就如何写好政协提案 做了专题讲座 据了解 13届市政协共有委员389名 集中心委员195名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中 委员们还将围绕 如何做一名称职的政协委员 如何做好社情名义 信息报送工作等主题 开展集中培训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同安区入选第二批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单位 在同安区定西镇的厦门市菜篮子调控基地 包美水野菜产业园 280亩的水野菜产品 主要供给岛内市民的餐桌 同号上海青 小介兰等十多个品种 涨饰洗人品质也不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基地的水野菜 从播种到成熟上市 都有完善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农药怎么用 化肥如何湿 灌溉水质怎么样保证 都有要求 前期土壤的处理 我们是先让它长草 可能一年两年 然后这土壤会变得很干净 换查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一个土壤的消毒 地底下的一些那个病重害 都会降低很多 国家禁用的农药 我们是从头到尾 我们是从来不会去用这些农药的 我们用的是在生态那个农药 能使用的那用药范围里面 这边水盐的话 我们都是大水库直接下来的 水盐是最干净的水盐 同安区作为我市的农业大区 有山地422平方公里 耕地8700多公顷 盛产蔬菜 水果 茶叶 畜勤等 也是我市菜篮子的主要供应基地 除了下商菜篮子基地之外 目前 同安区内建有6个 种植业标准化示范区 带动1700公顷以上的面积 进行标准化生产 为了提升农产品质量 同安还建有33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试点 以及4个固定监测点 年采集可追溯体系数据 10多万匹次 加强生产主体的内控制度 通过实行政府监管 行业自律 社会共治的 安全长效管理机制 同安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和监管水平居全市前列 记者了解到 如果第二批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创建试点工作 通过考核验收 同安将成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工作 是一项系统工程 那涉及的创建指标达到82项 创建工作是从16年开始 至17年结束 这段时间我们动点 就是进行隐患排查 摸清创建盲期 进一步完善提升 农产品安全建管制度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今天从事交通部门了解到 我是已有三千多名网约车驾驶员 领取了从业资格证 厦门成为了全国网约车驾驶员 领证最多的城市 详细情况请楚桥来给大家介绍 好 我们去了解一下 自去年底啊 我是网约车细则出台以后 交通部门加快合规车辆 和人员许可速度 截至目前 我是交通部门 已经受理车辆申请2467辆 并为3147名网约车驾驶员 颁发从业资格证 厦门也成为了 全国网约车领域驾驶员 领证最多的城市 已经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 3147名驾驶员 是从6834名报名驾驶员中 筛选考核出来的 现在 每天仍有大量驾驶员 通过网络或者到市行政服务中心 网约车办理窗口报名 同时又不少人从这里幸运地 领取到了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通过了就过来起证 整个过程下来觉得难吗 会费劲吗 不会 好像跟考驾驶上的 基本是基本一属一样 我只是说 业以上下半时间 稍微有空的时候 出去跑一下而已 能多赚一点也好嘛 是吧 网约就是抱着这种心态 反正就说这个网约车来讲 也是方便群众的出行嘛 据介绍 驾驶员报名申领 网约车从业资格证 首先要经过一轮背景审核 从已经报名的情况来看 6000多名报名驾驶员中 大约有94%的驾驶员符合准入条件 也就是说 有400多名经审查不符合准入条件 包括有吸毒暴力犯罪前科 或用交通违法记录的驾驶员 他们将无法成为网约车驾驶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审查工作细致而缜密 但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就能搞定 这主要得益于我是交通与公安部门 成功对接的后台审核机制 那驾驶员他就不再需要到我们的 到公安机关去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 把他的相关信息提交之后 由我们交通部门来对接公安部门 进行内部的流转审查 而且这个审查是全部通过信息化 自动化实现的 那也就是说驾驶员从他报名 到审查结果出来 最短只要10分钟左右 根据国家规定 网约车驾驶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 考核科目包括 由交通部统一命题的全国科目一 和由当地交通部门命题的 区域科目二两部分 只有两个科目都通过了才算合格 目前我是网约车驾驶员 考试通过率保持在60%左右 全国领先 我们在命题的时候 我们更主要侧重于对 让驾驶员 让网约车驾驶员掌握 在本地服务 本地的运营过程中 需要掌握一些地理常识 一些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 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也把我们的区域科目的 题库在我们交通局的网站上 进行了公布 那也更多让驾驶员通过自学 通过在考前的辅导的时候 去了解掌握相关的一些支持 不仅持证网约车驾驶员队伍越来越壮大 目前 我是落地的网约车平台 也达到了六家 包括全国性平台 神州专车 滴滴出行 曹操转车 一道用车 手机约车 以及区域性平台 是公交集团掌上行公司 其中神州专车和掌上行 已经领到了经许可证 这六家平台 共提交了2467部合规车辆 自去年11月 我是网约车细则出台后 交通部门加快合规车辆和人员许可速度 下一步还将继续强化执法监督检查 督促各网约车平台 落实相关管理规范 清理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 随着网约车的日益普遍 我是的网约车司机队伍也逐步壮大 开网约车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第二职业 但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目前我是网约车平台的专职司机比例 正在逐渐扩大 很多人都从兼职转向了专职 整洁利落的制服 娴熟的车技加油出发 神州专车司机小温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不同于别的女生 小温对开车一直充满热情 她很享受在每条街道穿梭的感觉 喜欢和乘客交流 也正因为如此 从事专职司机一年半以来 即使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她也不觉得疲惫 与北京等大城市不同的是 厦门允许非本市户籍人员 从事网约车工作 这也给许多爱车组提供了工作机会 小温是龙岩人 她很感谢这个政策 能够让自己在喜欢的地方 从事喜欢的工作 然后来这边之后就觉得 好像这个机会很好 然后进去应聘之后 发现这个待遇什么的都很不错 就是说 就是给我们这种外籍的这种人员 提供了这种一个工作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由于工作努力 带人热情 去年底小温被提拔为车队长 管理着20多个队员 安全文明行车 是她对队员的基本要求 最近小温正在准备 网约车驾驶证考试 除了在公司进行集中培训 在外等单期间 她也会抓紧看教材 她说 这不仅是一个资格证明 更是对乘客的承诺 乘客至上 这条路才会走得顺畅 每接完一单之后 都会回想一下 说刚刚这一趟经历 就是说客人给你的评价是怎么样 平时也会 就是自己去打车 也会看一下 这些司机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如果说 有像大家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回来会改进一下 这样子 吸取一下他们的这种经验 像小温这样的专职网约车司机 如今在我时越来越多 据了解 目前在我是落地的 六家网约车平台 神州专车 曹操专车 手气约车 和市公交集团掌上行 这四家平台聘请的 都是专职司机 而滴滴出行和一道用车 这两个平台 目前仍是以兼职司机为主 但很多驾驶员 在领取了网约车 从业资格证后 从兼职转向了专职 滴滴出行的于浩群 和公交集团掌上行的江延峰 都是这个类型的 网约车驾驶员 两人都已取得 网约车驾驶证 并拥有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 目前于浩群 每天的接单量 在30单左右 而江延峰 则主要服务于集美片区 采访中 记者感受到了 他们背负着 接单量的压力 但他们又都是 真心热爱这个行业 在他们看来 只要有乘客一句谢谢 就是他们继续前进的 最大动力 特别像去年的时候 那是台风天过后 因为道路到处都是拥堵的 还有树木倒的 很多乘客就说 有一些水漂 是跟他自己也走过来 不会说强求我们过去 经常会载到客人 走在马路上 让行人 我们在这乘客都非常好 然后就是说 他到那个位置的话 我停在那边 他也不会去着急 或者说去催我们 他们说 厦门是一个旅游城市 他们则是这个城市里 流动的招牌 努力做到文明 安全行车 给每个乘客 留下好的印象 即使累 也是快乐的 本台记者报道 我是开展医保 反欺诈专项整治行动 已经有一个月了 记者今天从事人社局 了解到 我是已经对227家药店 进行了整治巡查 对其中21家违规药店 进行了督促整改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 将持续到5月份 近段时间 不少市民到药店买药室发现 药店门口张贴着 关于加强医疗保险定点 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工作的通告 内容是通告 全市正在开展大规模的 医保反欺诈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 这次医保反欺诈专项整治 从3月6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6号 为期两个月 主要采取这个日常巡查 重点击合 还有专项整治 采取多方位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和形式 来严厉打击诈骗医保的这样违法违规行为 这次巡查的重点整治内容包括 在医保服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以及其他违反协议管理的行为 其中 以虚假医疗等方式 骗取医保基金 存押参保人社保卡进行结算 将非医保基金支付的项目 使用个人账户或统筹基金结算 任由患者随意点药或重复超量开药 将非医保基金支付的费用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等行为 都在严查之列 另外 参保人将本人社保卡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协助他人骗取医保基金非法获利 将本人社保卡存押于定点医药机构 用于套取非医保物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也列入了重点整治内容 截止目前 市社保管理中心已经巡查了227家药店 其中有21家发现违规行为 进行了督促整改 那么有7家没有按要求进行整改的 我们已经中断医保连线 同时进行责任追究 市社保管理中心也开放了举报电话 欢迎市民群众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经过修缮改造提升后的 海舱革命烈士陵园 重新对外开放 厦门市海舱区领导 与部队官兵 社会各界代表 前往祭祷 缅怀先烈 海舱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海舱东头山 是海舱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青少年教育基地 1949年10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和29军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下 从海舱横渡海峡 向厦门岛和鼓浪雨发起总攻 经过激烈的战斗 在第二天成功解放了厦门岛和鼓浪雨 1958年1月 当时管辖海舱南部区域的 海城县人民委员会 建设了革命烈士陵园 集中安葬48位烈士 供社会各界缅怀纪念 去年9月 烈士陵园受台风木兰地损坏严重 海舱区委区政府决定 对陵园进行全面修缮提升 新建主题雕塑 浮雕纪念墙和还原步道 翻建纪念亭 修缮门楼和园林 以更加庄严壮丽的景观 告为烈士英灵 这也是海舱历史上第一次 对革命烈士陵园 进行大规模的修缮 烈士墓地全面清理 让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安息的场所 第二个就是新建主题雕塑 包扬烈士的精神 第三个就新建浮雕纪念墙 把海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斗争的历史 进行一个艺术的呈现 教育我们的共产党员 和广大人民群众 上午厦门市海舱区领导 林文生 孟谦等 驻下部队官兵 以及社会各界代表 共200多人 来到修缮一新的烈士陵园 鞠躬制意献上鲜花 缅怀长面与此的阴魂先烈 祖国那个英雄嘛 是受后人敬仰的 我希望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 就是对祖国做出贡献的人吧 本台记者报道 清明三天假期 厦门各景区人气火爆 根据旅游网站的排行榜统计 厦门成为清明国内 长线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旅游人气十分强劲 统计数据显示 清明三天假期 曾崇安文创村 共吸引游客超过28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两成 350家民宿总体入住率超过90% 古浪宇三天完成客运量 16.9万人次 狐狸山炮台景区 共接待游客1.65万人 比增11.2% 岛外多个景区 在清明假期里 人气也同样火爆 其中以海仓区表现最为呛眼 据统计 清明期间 海仓区游客接待总数 同比增长17.12% 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16.73% 其中天主山青椒慈祭祖宫 接待游客数量 同比增长了两至三倍 与此同时 老院子 天母温泉 夏末林林国际马戏城等 极美新景点 上家以整合营销方式 推出套票优惠 吸引不少本地和周边城市 游客游览 游客人数都比去年同期 大幅上涨 清明假期期间 是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受理 有效旅游投诉期间 转办其他部门投诉时间 经是旅游之间所积极协调 这些投诉均得以顺利解决 本台记者报道 极美区按照整体推动 重点突破 梯度攻坚 全面提升的思路 以六线六片为重点 分区域 分阶段 落实插尾拆尾机制 以零容忍的态度 推进两维治理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红隆隆坐响的产车 开进后西镇 孙坂北路沿线的 一个大杂院 将这里违章搭盖的 铁皮屋 土头垃圾 广告牌等进行清整 这只是近期 极美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之一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 极美区密集出拳 对灌口镇 极美街道 姓滨街道的 各类违法战地 违法建设 进行重点整治 让困扰辖区居民 多年的两维乱象 成为历史 据了解 极美全区 将两维重点防控区域 划为六线六片 也就是三个桥头片区 铁路沿线 高铁沿线等 六条线路六个片区 因为这些地方位置显要 市容环境问题 也最为棘手 相关拆围行动 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整体工作 预计六月底前完成 那么到目前 第三个阶段 我们认为已经下到了 五十多万英米的 违建拆除 已经拆除了11万匹 违建的拆除 四龙四茂的整治 立面绿化等等 借助这么一个机会 再后重建的机会 四龙提升的机会 力争把铁美 打造成一个 亮丽的风景线 如何让当事人意识到 违建拆除的重要性 劝服当事人自行拆除 吉美通过采取断掌制 州立会 联合督察等机制作保障 作为责任主体的街道 不仅要入户 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还要对照调查摸底 制定详细的整治计划 时间表 路线图 并牵头联合各部门 将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 这一方案的推进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许多违建户 目前正在对违建进行自拆 在前期的 我们是租变的 租点 租线 租片的 给予进行拆除 把我们前期的一些 小范围的 比如这些广告牌 简易的 楼顶的 大概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拆除完毕了 那现在都牵扯到一个 这么比较大型的一些厂房 针对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 我们的一个加大拆除力度 加大增盖力度 那么对新产生的违建 我们的加大宣传 那么在一些猜出 进度比较慢的 我们还请加强度出 本台记者报道 汽车轴承 启动机 扭力交心 这些电子机械类产品 因为侵权被厦门海关查获 近日厦门海关 就对这批侵权货物 进行集中销毁 这次销毁的货物 都是厦门海关近期 在出口环节查获的 主要出口到 印度 土耳其 巴拿马等国家 有近5万件 货值约30万元 涉及的货物种类有 汽车轴承 启动机 工业用缝纫机等 电子机械类产品 侵犯了飞马三菱等 国内外知名品牌 据介绍 这些货物都没有通过 安全认证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果是一个侵权假冒的产品的话 它肯定是不具备这样子的一个安全使用性能的 流入市场的话 有可能造成很多的马路杀手 这样子对我们那个大众的那个生命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据了解 全国双打扮海关总署 从2015年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 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 今年以来 厦门海关 共在进出境环节 查扣侵权货物28批次 案值达854.41万元 查扣侵权货物超过40万件 本台记者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您关注厦门广电 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